大年三十 在江西省肿瘤医院旁的这条小巷里 和平时一样 挤满了癌症患者和家属们 在这里生火做饭 到了春节 这个波格门中断治疗了 还有八个饭条 在这个六十多天来 基本上都是在这里烧饭 这个爱心厨房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便 这个已经开了十八年的爱心厨房 今年还为患者和家属们 准备了免费的年夜饭 这十个厨房 八点松花 还有九十 还有热 红烧热 18年前 万佐成 雄耕香夫妇 创办了这个共享厨房 如今每年有一万多名 癌症患者和家属 在抗癌厨房做饭 而十八年来 炒菜一元 炖汤二点五元的价格 从未变过 没找家 还涨价好多穷子都免费 还有好多拿给钱的 都有电话的 哎呀 人家病人都好 人家都是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 抗癌厨房的爱心善举 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前来捐款捐物 奉献爱心 大年三十一大早 志愿者们就带着饺子和五花肉 来到爱心厨房 为病友和家属准备免费的年夜饭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给爱心厨房 还有留在医院没有回家的这些犯罪家属 做一份饺子和烧一窝 这个风烧漏 也让他们在外面感受到家里的 过年的这种气氛 夜幕降临 来做饭的人明显少了 不过老万夫妇还是习惯了守着厨房 照看炉火 方便患者和家属们随时过来做饭 我们这样去关 不凡锁这个门不凡锁的 这个门你这样关到 两年前 当地政府出资把抗癌厨房重新装修 并补贴房租 老万夫妇还腾出了一间屋子 供需要存放吹具的患者和患者家属 免费使用 如今万左成夫妇俩 还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过了年他们就67岁了 他们不知道还能再干几年 到时候抗癌厨房又该何去何从 要大家健康 只一幸福就是健康 没有病人来我就不开了 住的住不动一直了 我们的愿望是这样的